每天吃一碟菜 加上中間有些NG酒吧 又是否高簽 喝東西都有高簽 我在商店打個櫃 有些高簽飲 喝下去不覺得有狂 是否有效 那些是沒有人知道的 喝下去沒有啃 那些是水溶性纖維 不過首先量不是太多 水溶性纖維未必足夠 第二件事始終一些精煉的東西 我是傾向於反對 因為剛才所說 食物裏面有很多天然對我們有益的東西 若果我們拆散來丹麥 到最後有益的東西我們會吸收 明白 應該吃些天然的東西 大家都想要純天然 天然新鮮最好 我們要吃菜 一斤菜 三餐也有菜 其實整件事都開心很多 整件事的腸胃 如果我吃到之後 都去不到三次大便 是否有問題 三次大便 不一定 都是看人 因為我們排便的次數 其實跟幾樣東西有關 食物只佔了其中一方面 你剛才問這條問題 我真的有很多病友來問我 我已經吃了很多菜 喝了很多水 為甚麼都去不到 二十三次大便 為甚麼都去不到 其實已經兩個component 解決了食物纖維和水分 但原來還有兩個很大的因素 我們還未提及 第一個 就是本身大腸的餘動性 因為每個人大腸動得有幾快、幾慢 一部份是父母生成的 一部份受他後天活動因素有影響 舉個例子 由早上到晚上班 躲在電腦前面 坐定 你個人也不想動 你的腸怎麼會想動 相比起一個經常做運動的人 通常做運動的排便會比較好 動動動動腸也動 沒錯 還有一個 其實現在在香港越來越常見 就是我們稱為功能性便秘 功能性便秘 功能性便秘 不是關於吃多少食物的簡單 而是關乎到有時候是一些精神壓力 這是我們醫學界未完全理解到 所有的背後原理 不過其中有些推斷 由於我們精神壓力大 或者我們休息得不好 我們身體裏有部份的 海爾蒙和神經訊號會亂 而令到腸部不想動 所以保持心境開朗壓力少 原來排便又會比較好 我真的有很多尤其是OL 他們說逢星期六日在家才能去到廁所 逢星期一至五 下班回到家 逢止是去不到的 又或者一放假 去日本購物 去得很好 但一回來 在香港一上班又去不到 其實這也是一個常見的情況 功能性的便秘 如果我們剛才所說 我們看到有些人說 你不想去也坐下 其實這是不是方法 這也是一部分的方法 會是一部分的方法 甚麼意思呢 其實我們大便是可以養成一個習慣的 尤其是小朋友時 養成會比較好 但又要適可而止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若果他本身每天都可以定到一個時間 固定坐下去坐一坐 多數他日後真的去廁所的時間 便會跟隨這個時間 當他一天也好 當他兩天也好 起碼規律性容易維持得好 這是從小到大可以養成的習慣 但甚麼是適可而止 第一是你不能無限期坐 因為例如坐下了 一分鐘沒有坐到兩分鐘 很合理 有些人坐了一個字沒有坐到兩個字 其實兩個字沒有 再之後也不會有